升學知識,今天就想跟同學講一下 什麼叫GPA,因為香港大多數同學讀書 就不會聽過這個字的,但是如果去外國讀書 特別美國,很多時候同學就說GPA GPA,那時候到底GPA是什麼呢 到底是會幫到學生怎麼為成功 第一樣東西,GPA的全稱就叫Grey Point Average 中文就叫成績的平均積分點 一般來說,它的計算方法就是 最高分就為之四分,A就是四分 B就是三分,C就是兩分,D就是一分 那不合格,當然沒有分,F,所以不用說了 那如果,有時候你看到遊戲,如果爸爸媽媽說 我看到兒子的成績表有一個叫A Plus,那成績是什麼呢 那它就應該是四分,再加0.3分 每一個Plus是加少少的 那如果有些人說,咦,為什麼有些同學 是B Minus,那B Minus是什麼呢 就是三分減0.3分,即是2.7分 那你會說,A不是最高的嗎 那A已經是四分,再高過A Plus,即是4.3分 那其實呢,每間學校計法都不同的 那有些學校的Plus代表了2.5分都未頂 那所以一般來說,你如果同學去到外國讀書 你可以了解一下他們學校的計分方式 和它的加減是代表什麼 同時間呢,都是最重要的一句了 那就是用心思讀書,4.4.8分 那就是一個成功的同學仔 那同時間呢,都講一個笑話給大家聽 那也不是笑話的,即是說呢 以前有些同學仔去到美國就很喜歡 買GAP的衣服 那就是GAP,是不是 那其實他就以為,就是 調轉他就是GPA 那其實是沒什麼意思的 那大家,就 我們就夠用心思讀書啦 KJAP KJAP